男子经朋友介绍在地摊上买花瓶 说是宝贝 还花了两万块钱 妻子知道后 火冒三丈 怒气冲冲地来到健保现场 结果专家一句话 瞬间让他猛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地摊古董啊 那就要提到保玉这块了 它就相当于中国的代名词 就连外国人都爱不释手 这就足以见得玉器 在全世界的地位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 就要和玉器有关 故事发生在 国内得意当健保节目当中 有一位女子来到健保节目 竟然是两万块钱买的地摊货 而且啊 还是她老公偷偷摸摸钱去购买的 于是就怒气地前来健保 没想到专家得一番话 女子当场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啊 接着往下看 女子来到节目后说道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宝物 想让专家们鉴别一下 是否真假 说着就从箱子里拿出她的东西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跟花瓶一样的玉器 女子接着说道 这个花瓶啊 是古代清乾隆时期的古董 但是我觉得这件古董是假的 啊 这时众人纷纷都疑惑了 每个健保格人 都希望自己的东西 是价值连城的古董 怎么这位美女 直接说它是假货呢 于是主持人就问道 你为啥觉得 它是一件赝品呢 说到这时 女子更加无奈了 说道 其实啊 这是我老公买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 是她背着我偷偷买下来的 还花了两万块钱 就是因为这件玉器花瓶 我们还大吵了一架 主持人说道 这么严重啊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能大概的说一下吗 于是女子愁眉苦脸的说道 是有一次 我老公去深圳出差 看见路边有个小摊在卖古玩 上面就有这件玉器 老公当时就是多看了一眼 感觉还挺漂亮的 于是久久不能忘怀 然后上去跟老板聊了起来 当时摊主肯定觉得 自己找到猎物了 就把这件玉器说得天花乱坠 说的这件东西 多么多么的好 还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古董 有时自己祖传下来的宝贝 现在急需要用钱 所以才低价出售的 仅需两万块钱就能带走 面对清朝时期的古董 而且仅仅只需要两万 虽然只是在地摊上 但是不代表它是赝品 所以我老公还是没抵挡住诱惑 花钱买下了这个玉器花瓶 回家就跟洗脑了一样 跟我说个不停 说这宝贝 肯定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能靠着这个宝物 能发家致富 我觉得看这个玉器花瓶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 觉得哪有这么轻易 就能买到古董 想让它退掉 可是它还不愿意 所以我们就大吵了一架 现在我就想带来鉴定一下 这玉器到底值不值两万块钱 女子诉说完 在场的观众纷纷表示身如其境 玩古董的人 绝大数都是有钱人的主 毕竟人家手里也不差钱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家里 就不一样 有时候买古董花的钱 有可能是卖牛挣来的钱 甚至全部家当 两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 还是不少的数据 怪不得这位女士那么生气 而且看这个瓶子也不咋低 说是古董的却不太可能 这时主持人说道 看来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那这件宝物是不是真的 那就请专家前来鉴定一下 于是女子把花瓶交给专家 便开始了仔细地观察与研究 她观察了一番开口说道 看到这个花瓶是玉的 让我想起了香港的一场拍卖会 曾经就拍卖过类似的玉瓶 那个玉瓶也是清代乾隆的 叫做发廊彩的紧急玉器瓶 当时的成交价格在1.2亿港币 如果这个是真品的话 那么价格最低价值两个亿以上 这话一说完 全都发出镜了 一个地摊上的玉瓶竟然能达到两个亿 这开的什么国际玩笑 女子听到后就更加不敢相信了 同时也十分的震惊 如果这个玉瓶是真品 那岂不是赚大发了 此时现场上的观众都在猜测 这个花瓶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谁也不敢乱说 这时候就要看专家们鉴定的结果了 这个地摊上仅有的两万块钱的玉瓶 是真的吗 这时专家说道 这个玉瓶是采用黄白玉制作的 采用精美细致的原料 做工精美 可是还是远远没达到 这话说完 女子更加有信心了 专家接着说道 你这件玉器呢 反映了每一个时代的美 给整体增加了不少的意境 而且在造型方面 更是采用梅花进行雕刻 专家越说女子就越是激动 但是随后专家说的话 女子彻底傻眼了 因为专家说道 虽然你这件玉器呢 采用的是黄白玉 绘画也很高级 但它的胎体 却不符合香港哪件玉器 所以售卖价格远远没有那么高 女子彻底愣住了 白高兴了一场 但是管家的一句话 瞬间暖了全场人的心 恭喜你捡漏了 这件确实是清代乾隆真品 这样鉴定结果一出 女子瞬间高兴了起来 专家调侃道 可以回家不用责怪老公了 观众们纷纷大笑了起来 真是没想到 以为买回来的是一件赝品 结果买回来是一件真品 竟然还口出狂言回家 让老公跪搓衣板 她的心情一下从云端上升到天堂 本以为觉得上当受骗了 却没想到竟然是一件真品 不得不说玩古董就是玩的是心跳 一会起伏一会下沉 想要在古董行业里减漏 那可是有着极大的运气啊 毕竟古玩市场里面 鱼龙混杂 稍不留神 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说不定还会散尽家财 甚至妻离子散的后果 劝大家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去逃古董 投资有风险 淘宝需谨慎